全部分有限公司 行政院副院長鄭文燦帶著工程帽 聆聽報告可能是天氣太熱 摸了摸鼻子全是為了視察桃園機場第三航廈 窗外可以看到桃園機場第三航廈 全部的樣貌還能夠看到整片桃園台地 開箱未來第三航廈將成為全台最大機場 不過外界批評蓋得太久 鄭文燦也特別澄清 第三航廈要在一百一十五年全區完工 那目前進度略有超前 截至四月二十三號第三航廈主體航廈土建工程 超過百分之十五 整體總進度超過百分之四十六 微幅超前百分之零點零五 拿出數據表示不是因為被批評才來視察 有很多感慨 我擔任市長八年 那第三航廈歷經波折 從工程經費的調整到工程設計的優化 到外勞的這個專案引進 我們前面的電機工作做了很多 越過重重困難第三航廈按進度興建 對於航空公司分配問題 鄭文燦和交通部長王國才都抱持同樣看法 會考慮到航線 所以各個航空公司都會得到公平合理的對待 三家航空公司未來它有描北美的航線 還有包括東南亞還有鄉日本的航線 它的所有的航線可以集中在三航廈 達到我們的轉機量最大 誰都想進駐最大最新的機場 三航廈還沒建好 各家航空公司已經蠢蠢欲動 如何公平分配還得經過討論 華時新聞張提宜 陳青順 桃園報導